总统先生 你好 我们上次见面 是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 五年多了 但是你上任以来呢 我们通过视频会晤 通过通信 通话 一直保持着沟通 今天我们实现了面对面的会见 中美呢 从接触建交 到如今呢 五十多年了 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当前呢 中美关系啊 面临的这种局面 都是我们所关心的 出于这么一个局面是不符合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我们这次会面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啊 哎 都是最高的 都是最高的 我们应该同 各国一道 为世界和平增强希望 为全球稳定增加信心 为共同发展增添动力 我们今天的会晤 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